我们现在看东街42个 一层一壶 1157尺 三瓦两套 Dill Pass 就是两层 一家人住非常舒服 入门就没什么走浪位 近厨房位置 放了一张圆木的One Table 可以落个人嘴餐 又对着市区景 都够通透 我们现在是16楼 这里就放了一个入门柜 上面的层间可以放一些随手可以拿到的东西 下面就做一些简单的收拾空间 例如放鞋 或者放一些厅柜的东西 都可以 就是一字形的厨房 厨房相当漂亮 门后面就有冰箱 就不开了 你看到整组东西 这个色调我自己都挺喜欢 圆木的色彩 而且配上一些专门的大理石 看上去就很大 它所有家电都是陷入色 看上去就很整齐 所有家电都是名牌家电 包括MIRROR BORCH 上面也有足够的 处理空间可以放一些杯杯等等 都方便的 客厅的区域 就放了一个弧形的梳化 楼底都够高 而且你看到它整个家屋 也有白色 看上去整个客厅都很宽敞 就算你坐在哪里 它是每一边都有桌 彩光通风都很一楼 就算我们现在 接近四点黄昏的时候 它都够光的 看上去景观就看上去操场 都很帥 都有一个小小的露台位 这边的露台就比较大 看上去的视野都比较阔 这里就看上去 感觉上挺好的 最起码它不会被手包住 它每一边都有一个挺好的景观 除了这边有的露台之外 这边也有另一个露台 都是方形的 如果你要浪衫 都可以利用这个露台去浪 我好喜欢它这个楼梯 平时看的楼梯 全部都是实体的 它现在就用圆挂式 这种设计 空间感就通透很多 当然它加了一些铁丝 保护自己 然后楼下就有楼空间 这边就有客厅 有个洗衣盘 有个坐的地方 这边就摆住了 还有有窗 我们上一上楼梯 你可以感受一下 这种圆浮式的楼梯 我觉得做得很漂亮 因为它是一栋单栋的物件 所以它基本上 单边位都可以开到窗 这里就是梯间的位置 分别三间房 两个套房 第一间房就是简单的睡房 放了一张床 这边放衣柜 或者做书桌 一线大的落地玻璃窗 看出去景观可以的 第二间套房 这间套房就放了两张床 应该是孖山小朋友 一样大 看出去景观就略为顺色一点 因为它窗开得不够大 但是家里是好用的 入门口又预留了一些衣柜位 都够深的 都够你用的 这个浴室位的设计 又是比较暗色一点 但是实用性很高 有齐些镜柜 有齐些收纳的空间 它做了光湿分离的设计 能浴的区域 都够靓仔 还有一个坐浅区域 这间主人套房 其实用的色调就暖色一点 做了一个化妆柜 放了一张大床 有这种漂亮的衣柜 还有很深 够深的 都可以放很多衣服 然后这里还有自己的露台位 看出去试试 够通透 主要用室 洗澡盆 坐浅 有一个很大的浪浴间 这个浪浴间的空间 真的 两个人一起洗澡 都不太大 这里还有壁银 上面有个花灑 这里又有出水口 它所有线路都隐藏了 看上去就很大窗 当然你冲你去落点 整家屋就1,157只 EASY 发展生意向价值36,800 算起来接近4,500 你觉得这样的单位 值不值?